谈谈体育用品股 特报发了营起 预告上半年的纯利 最少增加六成半 特报今年来的股价也很厉害 升了近三倍 过去两天回转 如何看待营起对于股价有刺激 因为之前李宁和安踏也发过营起 几亿中营起的预期 纯利增长是倍增 相对于特报是否叫失息 还是怎样呢 如何看待股价是否能再升 对,好像是少那些 增长了65% 始终低基数效应之下 这条数又不算太厉害 而且我也查询2019年 我们正在疫情前的时间 盈利比现在还要上半年为高 似乎还未能重新 对于特报是否会比较差 从业绩那里出发 可能比市场或我们计算 比较差 但要留意特报这一浪炒上来 根本不是看业绩 你看两样东西 高领入股 OK,还有看回来公司的附属 会打入大陆市场 即是K-Suite那些品牌 大家在憧憬特报是否可以复制 安踏故事呢 因为安踏十几年前 2009年 将Filla打入大陆市场 现在就很成功 很成功 现在特报是否可以将K-Suite 又好像复制Filla的情况 那样东西呢 所以现在大家炒的憧憬 就真的炒在未来 就不是说迎起这一样东西了 所以这样说 如果大家对这个憧憬 是有信心的时候 反而是否可以借这个 叫做迎起不是太强的时候 当然现在我见盘钱都是上升的 但如果你说是否有机会调整一下 性啊 可以搏捞一下呢 我觉得可以想一下 但如果我看用品股里面 你是比较偏好都是特报 还是利宁安踏那些 我以前就会偏好安踏或者利宁多一些 但我想现在的股票 似乎真的移动了去特报 就是我想憧憬上面会比较多 你说2020啊 安踏或者利宁 就是大家都猜到他 那些品牌都是这样的 除非你有拼购 但是暂时都还没见到 反而你说特报的 就是刚才都说了 有高领的加持 那另外再加上他来着 就是那几个品牌会打入大陆市场 就是我想那个憧憬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我自己买股票 也是喜欢多憧憬的股票 变了容易炒上去 所以我自己暂时看着特报 而且难得他终于碰上10天20天线 因为很久没有碰过了 就是他之前抽上去很快的 这几天又回了 对啊 趁回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分处买一下呢 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 好 詞曲 李宗盛